恭敬祈求佛法在恭敬心中 能夠得到佛法的受用 另外我們就是要三頁相應 在我們修行的過程當中 我們盡量把其他事放下 就是專心一意的 但是身體心情還是放鬆 那一定可以得到 共修 修行的受用好處 透過佛法的修行 我們自己安心 我們在世的人心安 那我們主要回向給我們 就是往生的一些菩薩朋友們 他們也可以得到救濟 那麼與其用口好會的主要目的就是 普師 回向 當然今天我們也有贊普台 我們法堂也有贊普台 這是一個代表 我們普師供養 不是僅僅只有我們今天 贊普台的這些供養 我們的普師 我們的普師也就是我們的心 那普師供養一切眾生 所以我們法會 那結束之後 我們同樣要帶著這一種呢 那普師回向的心 那這樣子的話呢 我們任何時間 任何地點 我們都不離開 那修行的道場 都能夠得到修行的受用 修行的好處 謝謝大家 祝福大家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